全都是女生 蒙娜丽莎 梅纳斯 和圣里女神 当有人问起 为什么要把自由女神 送给美国的时候 善于投降的法官说 因为他只举起了一只胳膊 或许法兰西的崛起 还是得靠女人 或者像拿破仑一样的外国人 来实现了 这一届 再等五年 最后还要表达一下 我对热爱数学国度的欣赏 国家领导人起名 都是按编号派 路易十三四五六七世 拿破仑一十三世 翻一声日语 巧了 就是拿破仑太朗次朗和三朗 广告之后见 我们回到清清百老会 会声会色 根据有关机构的调查 这一周 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 大幅上升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礼拜 只剩三天班吧 同时 北大联手某介绍工作的网站 发布了2012职场人平衡指数 也不知道怎么算呢 算呢 就算出来 武汉白领 是最烦恼的 人烦了呢 就得发泄 打人吧 打不过 打狗吧 下场还不如打人呢 无疑那天 有个小伙儿 就跑到武汉动物园去打大象 皮糙肉厚 抗其打呀 但是不能冲进笼子里打 危险性太高 于是 小伙子就效仿巴勒斯坦平民 发射远程武器 小石头 咻 谁曾想 这条象练过 捡起石头画 反手 不是反鼻子 反鼻子 就是一标 小伙子大喊的 无名秀 没事啊 打偏了 有头一看 是打偏了 旁边一看官 满脸是血 小伙子赶紧就带着去医院了 要问这小伙儿 为啥主动承担医疗费 虽然说活是大象干的 但是小伙儿 他不是武器提供商吗 今年五一 全国二十多个旅游景点的门票 又扎堆涨价了 但各位劳动者 依旧是各种走不动 虽然价格 显然这个价格杠杆啊 还是有大幅上调的空间的 全国130加5A级景区里边 门票价格百元以上的 占了46.2% 出于世界绝对领先水平 湖南张家界的门票 相当于法国卢浮宫的三倍 九寨沟的门票呢 可以通游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印度太极林 再加上日本富士山 还能找回了一百多 相比之下 台湾又给咱中国人跌份了 像日月谭什么这些著名景点 免费 有的那就象征性收一点 太掉价了 收复台湾以后第一件事 涨价 五一劳动节 那是个国际性的节日吧 也是某些国际劳动者的祭日 5月2号 正是本拉登先生被击毙一周年的日子 这一天 本拉登的掘墓人奥巴马也没闲着 先是访问了阿富汗 和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 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而后呢 又回家 忙着发布2012最新的总统竞选口号 2008 咱还记得叫 We need change 中文意思就是 我们需要改革开放 这次新版的口号 就一个词 Forward 翻译过来应该是 高举奥巴马同志改革开放的大旗 大步向前 100年不动摇 与口号同时发布的还有一则新的竞选广告 就是我身后这个 长达7分钟的竞选广告 列举了奥巴马在就任以来 他都change了什么呢 比方说刺激经济增长 增加就业机会 结束伊拉克战争 最重要的就是击毙了激励组织头目 奔拉登 但是在我们中国老百姓看来 口号这东西最重要的还是读着顺口 其次呢 没有其次了 它口号就是用来读的嘛 为了配合奥总统 美国时代周刊 最近披露了拉登生命的最后一刻 话数2011年5月1号 那个约黑风高正当 拉登一家藏身在巴基斯坦阿波塔巴德 戒备四年雕宝式的宅院之中 只听砰的一声 出睡中的一家被爆炸声给惊惊 拉登20岁的女儿马利安 就冲到了拉登在顶楼的房间里面 怎么样啊 拉登命令 回房睡觉 大气 转头呢 又对自己最年轻的妻子阿迈勒说 不要开灯 话音刚弱 美军士兵冲进来了 这句不要开灯 就成了拉登的最后遗言 拉登怎么办 这就是天意呀 在拉登的住所呀 还发现了一些壮阳药啊 染发膏 这些生活用品啊 都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看来恐怖分子也是希望永保青春啊 啊 众所为咱们基地有力量 最近德国警方逮捕了一名从巴基斯坦到柏林的奥地利男子 叫什么马苏德洛丁 在对齐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啊 他的内裤不简单 是一个数字存储器 简单讲吧 就是他的内裤是个U盘啊 穿个U盘 他不像个屁股啊 乍一看 这个U盘呢 里边装的都是各种色情不像 怪不得放裤衩里呢 以为是个卖黄片的 结果一结码发现了 这毛片是幌子 这存储器里边包含一百多份基地组织的秘密文件 具体的 报新闻的 他也没说清楚 究竟这些文件是怎么隐藏的呀 难不成是男女主角一边拍戏 一边朗诵这些重要指示吗 根据文件的显示啊 基地组织正在寻找新的袭击目标和袭击方式 一是低成本 低科技的普通袭击 缺钱嘛 还是主旋律 毕竟钱都是被中国人赚走了嘛 二是策划类似911式的大规模恐怖袭击 文件之中呢 还包括恐怖分子的训练手册 有德语版 英语版 阿拉伯语版 各种语版 这正是一只熊走过来 怎么讲 由贝尔来呀 不过我觉得美国人民不要怕吧 关键时刻要宁死不屈的精神 就像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一样啊 最近中非的黄金岛事件一直没有平息 29号阿基诺公开表示 菲律宾不会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但是要求菲律宾的有关部门要收集中国欺负 菲律宾的相关证据 准备提交国际法庭 其实每个人小时候啊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学同学 总是爱流着鼻涕 哭着找宝石 实在欺负我 我也给一个南海问题的对策吧 建于西游记里边南海观音 他是说普通话 而不是东南亚鸟语的 我们可以将该剧的DVD 称送国际海洋法庭 在转业的时候 我又切不改外不改 会用了乔治护索 做出我准备的以后 一叩首 再叩首 三叩首 李毕 那刚才的这段视频内容呢 并不是 并不是在拜阿基诺 他不要误会 这个呢是陕西榆林恒山县百姓医院 因为把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 严加的一位老人 医治至死 医院院长 匹马带校 带领全体医护人员 集体磕头下跪 还致辞检讨 医院给死者的家里下跪检讨 这以前只有太医才有这样的责任呢 除了调研 这家医院还得停业三个月赔钱三百万 但关键问题是 至今呢都没有证据表明 医院在治疗的过程之中是存在过错的 这就叫 没势力的 患者给医院归了 有势力的 医院给患者归了 最近还有一条新闻呢 说日本呢 刚刚从联合国拿了个批文 通过大陆架延伸作为依据 扩大领土面积将近一倍 我们也希望联合国审慎考虑 日本延伸大陆架的决定 因为它 因为它叫大陆架 无论是大陆人还是大陆货 都是大陆的 跟香港台湾都没有关系 更不要提你们日本了 劳动 劳动节吧 劳动的代表着积极向上 勤劳致富的生活态度 有句话 劳动最光荣吧 那时候的劳动者 的确都是英雄 偶像的摇篮 比方说王进喜 李苏丽 都是曾经的superstar 评选的标准都是 舍小我为大家 无私奉献热心助人 前几天有个新闻 深圳11天有16个人猝死 这些牺牲的同志 基本上都是在都市之中 熬夜加班的白领 蓝领 以及灰领 甭管是啥领 都是苦命的劳动者 不过 人都累死了 也没当上个劳模 那请问如今这个时代 什么才是劳模的标准呢 我等你们的答案 咱们下周见 原生 他就像一出音乐剧 平复贵贱 各行各业 都是角色之一 有人平淡 有人灵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美女私房菜 可松的 还没…… 你还没发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